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还伸手跟粉丝要钱了 我的天 这回可真是太出位了 赶紧跟着小八哥去看一看 爽妹子最近究竟都在做什么 最近关心贵圈的小伙伴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郑爽到底怎么了 自从开通小号之后 郑爽成为了在网上表现最活跃的明星 频频发表放飞自我的微博 还与粉丝频繁互动 昨天中午她又发表长文 坦言自己过了八年才敢为自己说话 还在剧委爆粗表示 我就是这么转 这么不懂讨好 一些网友认为 爽妹子这是屡屡被黑之后的委屈大爆发 也有网友表示 作为一个年轻女星 如此放飞自我 言行出格 简直难以想象 另外 更加热人争议的是 郑爽在微博中自称雄疯了 先是留言称 一人给我一块 我有七十多万 一人给我一百 我明天就去买房 还发展到收粉丝红包 甚至干脆开链接 直接找粉丝众筹 有不少网友评论 爆粗什么呢 可以说是性格使然 但跟粉丝要钱 那就有点突破道德底线了 此外 还有网友指出 虽然郑爽官方后援会 在近期宣布解散了 但郑爽又在微博上 关注了一堆粉丝 而这些本儿又被发出 大部分在网上发表过 骂张汉 斯纳扎等人的 偏激言论 属于特别能似的那种 对于郑爽的一系列举动 小八哥只想说 小老妹 没啥大不了的 也没啥过不去的 其实不如专注拍戏 拿好作品 征服眼下各种流言蜚语 才是最靠谱的 今年一考有个特点 那就是流行明星考官 继胡歌姚晨 陈凯歌之后 赵薇工作室在昨天 晒出赵薇担任 北京电影学院 一考考官的照片 照片中 赵薇跟昔日恩师崔辛勤 一同坐在考官席 看上去神情放松 笑容满面 赵薇随后转发微博 祝福重考生 并表示回到学校 像回家一样的温暖 有网友表示 这不是那句老哥里唱的吗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这样的场面超级温馨 也有网友坏坏的调侃 赵薇会不会怕自己 在情深深雨萌萌里的 高能尬吻 教坏了年轻人 许多网友则联想到 王俊凯正在考北电 赵薇会不会面试到 来参加三世的王俊凯呢 冯少峰在那片星空 那片海中扮演的 男人鱼一出场 就雷翻众人 网友纷纷表示 你是不是对人类的审美 有很大的误解 最近冯少峰 首度变身人鱼的 视频片段被曝光 男主角在向女主角 袒露身份之后 跳下海 变身人鱼 给欣赏人看 然而出水的冯叔 吓得郭鼻亭 一屁股坐在地上 当然也惊呆了 冠军的小伙伴 因为这人鱼造型 也太太太一言难尽了吧 小八哥的耳边 不由响起了熟悉的旋律 网友纷纷吐槽 冯少峰疼鞋 你和你前女友演的美人鱼 肯定不是一个种族 比冯少峰人鱼造型更丑的 应该就是同期播出的 三生三世里 造型惊悚的娇人族了 看到这凶残又别致的娇人 小八哥瞬间有种 在看阿凡达的错觉 各位造型师 非要把造型做得这么辣眼睛吗 传说中的娇人气珠呢 说好的致命诱惑呢 窦镜同周东宇 这对好闺蜜 从泰国游玩归来 还没出机场 就直接上了热搜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 这对CP太扬言 我战了 那么今天头条军 就带大家一起回顾下 窦镜同和周东宇 是怎么成为闺蜜的 这是一个含糖量超高的头条 请大家专心使用吧 昨天周东宇和窦镜同 从泰国度玩假 一起飞回北京 刚下飞机就层层层上了热搜 头条军点开评论一看 满屏都是 这对CP我战了 秒速入坑 这两个去年才认识的姑娘 到底啥时候变得这么亲密了 头条军这就为你们细细道来 窦镜同和周东宇相识 应该是从电影《七月与安生》开始 两人一个单纲主演 一个操刀主题曲 有眼尖的网友 在去年金马奖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 窦镜同和周东宇之间格外来电 比如在红毯上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生动地演绎了 什么叫 我的眼里只有你 小蝌蚪金马折柜时 窦镜同开心地跳起来鼓掌 还有开香槟时 两个人隔着导演相视而笑 合影时 彤彤的眼神不看镜头 而是宠溺地看着周东宇 挨马 头条军也觉得 这些画面含糖量有点高呢 等到电影拍完 通告走完 两个人的友谊 还在继续向前 去年年底 周东宇和窦镜同 一起去观看好友 马思纯的话剧 网友拍到两人在散场后 蹦蹦跳跳流出剧场 连跑路的姿势 都如此相似 窦镜同为王菲的演唱会助唱 有网友目击周东宇 打飞力前往上海现场 尊世妥妥的铁干好友 加头号迷妹娜 然后就是泰国街头 一起吃路边摊 北京机场一起亮相 聊聊几张铜矿照 已经让网友燃起了CP之魂 看到这里 头条军已经忍不住 想唱起来 有人说 窦镜同和周东宇 一个是田里带帅 一个是帅里带田 两个It girl站一起 莫名的美好家洋言 头条军仔细一想 这两个人其实拥有不少 共同属性 匹配度真的很高很高呢 窦镜同 自带新二代的出场设置 周东宇16岁就有国师加持 不过背负住绝广环的他们 一路走来也并非顺风顺水 早期的周东宇 是个不折不扣的时尚绝缘体 各种吐吊渣的造型 被网友嘲笑 是来自村里的阿一脸小公爵 然而最近两年小黄鸭猛然发力 剪断了头发 白纸了腿 细掉影楼妆 完转小清新 一下子从小方 变成了风格鲜明的潮流ICOM 不仅大牌礼服 都被他穿出了独特的风度 就连从前无缘的奢侈品 也要他坐在了秀上头牌 窦镜同和周东宇一样 在个人风格上走过弯路 14岁的他 也曾留长发穿礼服 扮成小女人 but这种style 不仅看上去别扭 还360度遮住了他的英气 直到2013年 他剪掉长发走中兴峰 才变成了现在 气质独特的音乐少女 除了衣品如此可拍 两个人站在一起 接受媒体采访时 一门正经的冷幽默 也是分外默契 这是一上网来 想公开就公开 不想公开就不公开 但是如果你们 在地上公开的话 那把我拍的稍微美一点 大陆有一个 给你一个封号叫国民老公 你对这个封号的想法 这对新进CP 一个酷感 一个帅真 一个个性 一个甜美 一个冷感 一个鬼马 一个会唱歌 一个会演戏 被他们圈粉的网友 应该是既喜欢 斗镜彤的功气 又迷恋周冬雨的灵气 这对迅速升温的闺蜜 简直就是现实中的 七月与安生呢 对了对了 奶们看得出 周冬雨比斗镜彤大五岁吗 看来做闺蜜 年龄不重要 主要还是看气质 看了斗镜彤周冬雨的甜蜜日常 下面我们再来放眼国际 看看全球 又发生了哪些新鲜事 帅出新高度的斗森 和小雀斑是校友 某次演出 俩人还合作了一把 只是让影历斗森 自爆演了一只大象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姚姚先提醒下大家 看完千万不要笑得太大声哦 近日 斗森做客诺顿秀 谈起曾经和校友 小雀斑同台演出的经历 为了排演舞台剧《印度之行》 这所男校里的男生们 也是real pin 丹麦女孩小雀斑 当仁不让反串出演女主角 而斗森扮演的 竟然是一只大象腿 原来在舞台剧上 扮演一棵树 不是最惨的 尽管我们都相信 斗森的演技 完全能驾驭一只向腿 可是这样的盛世美颜 却露不出脸 是不是有一点浪费 尽管挠不下那个场面 心里还是有点方 但是有关idle们 跑龙套的段子 请大家一定要收藏 据媒体报道 日本女偶像 富田真由 去年5月遭砍30多刀 此案在本月20日 首度开庭审理 重伤的妹子 强忍悲痛出庭 并表示 希望嫌犯受到严重的制裁 在警方说明其遭遇过程时 其中一位男陪审员 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甚至失去意识倒下 导致短暂休停 而嫌犯 严起友红 当天出庭时 身穿西装 打蓝色领带 有人目击到他 在听取调查报告时 嘴角不时扬起笑容 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 和残忍的嫌犯 粉丝们纷纷表示 心疼富田真由 希望他最后 能得到一个公平的裁决 据韩国媒体报道 前不久刚被确诊 患有骨肿瘤的刘亚人 将联手林秀卿高跟标 出演TVN的新剧 消息一出 韩国网友又一次集体变脸 纷纷开怼 回想之前 刘亚人因为肩部旧伤 迟迟没有通过兵役体检 从而遭到了吃瓜网友们的吐槽 讽刺期想要逃避兵役 之后刘亚人经纪公司发布声明 证实刘亚人患有骨肿瘤 并一直在接受治疗和观察 此时的围观网友 又大呼心疼 表示理解 如今刘亚人新戏将拍 曾经打脸过的路人再一次反转 虽然这位欧巴的戏确实有点多 但我也想关心一下泡菜国的网友们 你们的脸疼吗 欧巴身体没问题 都已经要拍新戏了 迷妹们可以放心了 那么老公们今天有啥活动呢 最新的明星行程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拿走不歇 新一集奔跑吧 第一集的路透还没有看够 今天跑男团们又来到义乌 接着录制第二集了 马甲性女神袁珊珊等将担任本期嘉宾 看过第一期陆寒抱着大猩猩 突然特别期待今天的路透了呢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评论 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一起聊八卦 那么明天见啦 拜拜